那么受到大S要闪电结婚的波及 原本两岸合作的电视剧《回家》 发通告要让媒体拍摄 仔仔的爆破戏 突然就玩具所有媒体采访了 甚至提前开拍 除了担心大小恋成为本文话题之外 另一方面是受到爆破戏事件受伤的Selina影响 剧组就特别注重爆破的安全了 现场还围起层层封锁线 防范媒体以及粉丝靠近拍摄现场 每场爆破戏一眼完成传军衣制服 满脸脏兮兮的子丹就会坐在摄影机旁边休息 而助理还有导演立刻上前关切 受到在同一片场拍爆破戏受伤的Selina事件影响 剧组特别注意爆破的安全 不但围起层层封锁线 防范任何人靠近 还为仔仔加了千万保险 诶 仔仔 跟我们讲一下 刚刚快爆破戏行不紧张 刚刚快爆破戏行不紧张 抖抖头上的灰尘在摸摸被爆炸声响 炸到耳鸣的耳朵 面对旧爱大S的尴尬问题 迈命拍摄的仔仔选择没有听见 大S要结婚的话要跟他说 其实同样也在上海街拍星期的大S 也已经出席开机仪式 大S还一度先生在仔仔拍戏的车蹲影视 视拍部分的场景 是不是有机会和旧爱仔仔插身而过 在上海角域也成为各界的关注焦点 年代新闻 松中心 李明达 上海报导 中心 李明达 上海报导 中心 李明达 上海报导